现在这个新闻可能真的让您吓一跳了 因为亲人的坟墓遭到迁移 家属却完全不知情 这样夸张的事情发生在台北市 事情的发生的是一位郑小姐的母亲 葬在富德公墓 去年正值7月7年的轮迁时间 然而市政府在发出通知之后 却没有告诉家属迁坟的时间 直到家属今年扫墓的时候 到了现场才看到妈妈的坟已经被挖坏 而30万的陪葬品也通通都不见 在记者会场痛苦失声 家属失控气不成声 父亲葬在富德公墓 七年轮葬时间一到 却被市府挖掘坟墓 迁移到铃骨塔内 但整个过程家属都浑然不知 我看到我妈妈的坟墓 我都快要昏倒了你知道吗 就变成这样子 什么都不见了 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人来盗墓 你告诉我 所有的你们往返的公文里面 有没有告诉家属哪一天要开挖坟墓 有没有 没有 简单讲就好 没有 师傅按规定帮家属起掘坟墓 却没通知挖坟的时间 最让家属气愤的是陪葬的30万首饰 在坟墓被开挖后不意而非 我们那个首饰那些东西对不对 你们说我们可以随便讲 说有什么就什么 但是我想请问你一下 按照常理的话我们来说 我们会胡说八道 我们做子女的 没有的东西我们会说有吗 我们的心里这样过得去吗 现在家属有这样的质疑 那如果可以做的部分 我们就尽可能来协助 包括练DNA 每亲眼看到钱粉过程 30万陪葬饰品又不见 是否承认作业疏失 要让阵风术调查后 再谈陪偿问题 准备文理文明堂 汪南台北采访报道